是我的東西倒掉了 欸你是低檔 低檔才是前進 可是你先在這裡練好了 嗨我是天天 這禮拜要來幫忙整理 阿公阿嬤的房間 在年初的時候 阿公因為心肌梗塞 很突然的就好了 褲子有一些而已 有的誰 阿公的財庫 一切都發生的很突然 阿嬤的放進去 先整理完丟完再來放 阿嬤前陣子也突然中風 現在還在醫院復健 回來之後可能也要做輪椅 或是其他人攢扶 希望整理完可以有比較大的生活空間 96年 96年怎樣 哇這裡有 二三個 嚇著金額 不要含明 哇這我小時候 以前真的很含耶 怎麼辦 年輕的時候 這個紅毛帶欸 也太浮誇了吧 方家人整理禮物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們一生的真愛 都在這些成功的抽屜裡面 邊整理也會邊了解 給他們的人生 就像阿公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收集袋子 又是一欄的袋子 我們真的很容易把東西帶回家 卻不知道要怎麼放手 然後生活的空間就慢慢被 不會用到的東西再買 這什麼藥酒 第一天算是還蠻順利的 但感覺是一個大工程 誰會玩 怎麼會這樣 你拿來給你看 幼稚園千代萬 假的要怎麼處理 沒想到 他在他 不是他 欸你要做事 不是在那邊都在觀賞 這是酸子類的 我正在看相片 你 阿公以前就很喜歡把東西藏在房間裡面 可能會挖到不少寶藏 哇這是古董屁欸 我沒有看過這個欸 可是我真的去一個人欸 65年 超大的 阿公阿嬤年輕的時候好靦腆 第二天完成了左邊的走道跟右邊的櫃子 還在分類就感覺很亂 妹妹說她考到駕照都還沒機會練習開車 今天就陪她去開開看 順便教她一些上路的觀念 害我也很緊張 會不會 你使用 開始吧 為什麼要下車 蛤 左邊你要從右邊出去啊 要轉到地喔 油門邊踩邊轉 然後你看一下右邊 右前方 欸欸欸小心 左邊有人來了 左邊先踩煞車 然後轉 好再來再來 你有沒有要上車啊 你有沒有要上車啊 我被咬了十幾個啦 誰叫你一直在那裡 為什麼我在車上等啊 有車來了 喔怎麼辦 嗯 踩不倒 踩著上車在排檔 欸你是D檔 D檔才在前進 你就是N檔 這個好難喔 好D檔 我覺得你先在這裡練好了 所以不要上路 因為我很久沒開啊 我考試才兩個 還是你可以開去馬路上那邊 你說開去沒車的地方那邊 對啊 結果變成我在開 但偶爾全家一起出去走走也是蠻開心的 喔我可以上車 你不是停在路邊嗎 對啊沙輪啦 這邊是沙輪 還這裡夾包子 今天要去接雲人 有點緊張 感覺我沒看到他 好幾個月 幾個月 那你們都有在視訊 又不是以前都沒有消息的那種 還是沒看到本人啊 視訊就等於本人的吧 你真的有不在乎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我看到他 好幾個月 到她的我在時尾 那我去看 我去看 她說是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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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穿最多 因為我一早上很冷 還寫暗一點 昨天早上才10度而已 不要怕 現在很冷 現在很熱 很熱 我一習慣這個溫度 你不覺得很熱 我是家 會啊 好 沒有 不好意思 沒有 那要欠了什麼 別拿喔 你這樣沒放到我 有點奇怪 你也想要看他耶 一個小時四十 一吋弄魚 你是長得不太一樣 有嗎 騙醜 不是 就是長得不... 你跟我摸不到嗎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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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 嗨 嗨 嗨 晚上我們抱著聊了很久 或許是遠距離太久了 他說 對我的感情變淡了 不再像當初一樣了 或許分開比較好 我沒有想到這一天會到來 或許那時候不要勸他出國念書 這段感情也不會這樣結束 其實在講詩子你剛講話 嗨我是天天的前女友 你開始囉 對啊 嗨我是天天的前女友 我成功在二十四小時內 把天天的幾間小窩 變得混亂小窩 你不要你那個姊姊片的時候哭 不會啊 確定 你在打包你 我的女朋友 就這樣回來 又離開了 現在就找不到自己 媽的腰都沒吃 以前心情不好就想買東西 現在心情不好 就是想丟東西 讓自己進空 我從小時候就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 但常常放在心裡不說 可是有些話我永遠 也沒有機會說了 實在是太多衣服了 我就先分類放進櫃子裡 等阿嬤回家有空再來斷舌離掉 沒有再穿的 欸 分類完了 夏天的衣服 褲子 冬天的衣服 要掛的外套 GO Yo! Him! 今年才過了一半就發生這麼多事情 不知道自己還撐不撐得住 我只能先把心思放在整理好 然後之後要居住的房間 等到衣服減量完在折層比較好拿的方式 好! 哇!今天要練習慶祝你 樓下沒有衣服回收嗎? 突然發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我又變成了一個人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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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